不是算踩多少 中部啊 中部或高山啊 是算這個 重量的 算公斤的 看你的速度 這邊踩踩 這邊 抓一隻 要抓十隻 這裡有一隻 全部集中湊給他十隻 一定來 這邊有兩隻 這裡有一隻 這裡有一隻 用衛生紙包起來好了 這個是炸萌還是什麼 用拍照的老闆不算 我不敢抓那個 一定用抓給老闆看 我不敢抓他自己做 是不是沒有毒 可是他很鮮豔耶 這個是蚊子還是什麼 好了嗎 那你在這邊抓就好了 你不要再走上去 好了嗎 踩完了嗎 還要踩嗎 老闆 這個是蚊子嗎 會驚你就是蚊子 不是很大隻耶 你給他盯盯看啊 不用上去了 我們要收工了 你去看那邊有沒有 收工 如果想要繼續踩的就留下來 然後我們加熱給他打工 對啊 看你踩的合不合格 剛剛我一看啦 就知道踩的太小了 太小了 太小了齁 還有一半沒踩上來 要扣一半的工程 可是你不是做一心兩葉這樣嗎 對 對對對 還沒長大的不能摘喔 太小了 不是這樣嗎 這樣不是嗎 我也有摘啊 我們這個紅茶齁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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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下面的葉子留得太少的時候,能量又消耗太多 我們任業是會吸收土地上面的肥料來做成營養成分儲存起來 任業就是它的製造工廠,你全部把它採收下來等於工廠沒有了 它在長的時候也長不出來,所以如果你要讓茶樹漂亮,葉子就要少採 如果你說要採得多,那葉子就要全部採起來 茶樹就會老化,老得快,夏之前就長得不多 所以看是你要這次採多還是下一次採多